庶民大頭家 樹民大頭家 歡迎收看庶民大頭家 來關心怎麼打仗 海軍直升機墜毀四人重傷 而國防部是一個小時之後 看網路新聞才知道的嗎 好 另外這是不是吹牛 陳吉仲又誇口說 台灣農產品管理是世界第一 專家就問了 這麼好 那怎麼外銷老師出包 我們到一起來討論 問你叫來賓 第一位是立法員鄭立文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陳輝文 大家平安 國民黨智庫執行長柯智恩 哥朋友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議員尤淑慧 大家平安 好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病例數字下降到5萬以下 是48283例 除了嘉義 澎湖還有金門主委 其他縣市探前一天相比 都是變得是比較下降的 那麼另外死亡的個案 今天是166例 整體數字是下降了不少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這個是今天的 中重症的人數 好 中重症的部分 在今天中症增加的是241例 而重症的部分是174例 好 但是也有兩例 是30幾歲的年輕人 不過是有慢性病 是不幸身亡的 而在重症的部分 兒童增加了有一例 才1歲大的小男童 那麼他是出現了笑吼的症狀 因此有插管急救 目前病況是已經變得比較輕微 好 來看到的是 在今天就有人問指揮中心說 陳時中部長已經很久都沒有出現了 然後李秉穎醫師竟然說 他沒有轉重症就已經很好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來聽中仁祥怎麼回應 為什麼李秉穎醫師會認為指揮官 他沒有重症已經是萬性 是什麼原因 應該是說 可能李醫師有一點開玩笑的成分 那他部長的身體 其實我的觀察一直都很好 跟這個確診之前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他會這麼說 我就真的不知道 他可能是小兒科的 他可能比較不清楚成人的部分 對 我想李醫師的專業是非常夠 我們沒有在這邊要特別去質疑他 但是在廣播電台的對話裡頭 常常都會有一些上下文的一些情境 臨時